好的各位观众,欢迎收看本期大耳帅观众 好久没看到大牌姐的红蝶了 古董,祭司,拥兵,杂技,还行 两边五五开,两边都有机会 上来的话抓祭司,你别说 抓祭司其实是这三个人当中 相对来讲我感觉最好抓的 杂技有球有飞轮 红蝶,一些交互点被杂技卡着 一个蝶还真不一定的拿刀 但祭司呢,我把你前期的两个洞耗完以后 你就是个白板 该怎么出刀,该怎么打,该怎么打 对不对,最多最多你再续出第三个洞 那你三个洞嘛,三个洞我吃完 就带走了 这局,这个击倒漂亮啊 这个抽刀 这局,这个击倒 我个人感觉 有一种非常强烈的感觉 是什么呢 平局,不知道为什么 虽然说他击倒的非常快 但有的时候人就是会有这样一种 你没有什么理由 没有什么道理 但是你非常的强烈的能感觉到 闪现落地刀 椅子刀 哎呦,这一刀椅子刀有点亏 这个闪现落地刀倒是很帅啊 但很可惜这个椅子刀 那还行吧,那还行吧 这边的话,佣兵也算是 卡半将人救下来了 完了,我压得平 那不是很好吗 对不对 我们两个想到一块去了 这是一种缘分啊 兄弟啊 对不对 怎么是完了呢 古董少这边来救一波人 或者压着 我估计古董少会救啊 救一波人 因为这边祭司这个椅子 坐的差不多 能去出一个洞 救完人 打一棍子 祭司穿洞走 能溜吗溜 不能溜吗就算 外面的机子我们来算一算 现在总量还差两台机子 还行,还行 真别说,还行 放地 落地 没打到 吃你的 好的 人救下来 来,古董少 古董少选择宝嘛 一棍 漂亮 他是选择用单棍宝 而不是一波连棍 让祭司有一个拉开的机会 杂技也来了 你们这帮人不会想要去打一个 四人开门战吧 这个其实是不太好的 有一说一这波祭司放生 穷者保皮 应该是我 上帝视角觉得 最应该做的抉择 而不是这边拿命去保这个祭司 这祭司你们保得活吗 你得保个 保多久啊 祭司又没有动 你们这边的控制 也不是很足啊 还好 这波红蝶 第一时间这个蝶 没有能飞到祭司脸上 要不然不就是挂飞祭司挂古董 现在还差一台整机 差一台全新的机子 他们如果刚才不选择这样打架的话呢 我觉得要好很多 打的有点多了 打的有点多了 当然还行的一点什么呢 就是这边 求者人已经拉开了 然后呢 古董商有飞轮 有棍子 红蝶真要抓呢 也不一定快 杂技呢 这边是带球 买雪 有飞轮 拥兵呢 吃一刀也不会倒 有不必 所以还行 大牌姐这边的话 应该是先追 节奏 然后切传送 传送落地 秒古董商 压住遗产机 完成一个多抓 就看这波 这个洞穿过去 切传送了 切传送了 一定切传送 传送落地 那边两个人半血 追的话 还是追古董会更好一点 看古董上的棍子 一棍少到 好的 拉开 杂技这边 要外面重新起机子 飞轮 放 哎呀 可惜了 傭兵这台机子 应该会被压着的 杂技这边机子 刚开始起 追着傭兵打 傭兵应该是 待会儿一个护币 跳过来 挂地压室吗 挂地下室 那这机子可就修完了 这波地压室 不好吧 这波地压室 我觉得 压机子会不会更好一点 他可能觉得机子快好了 我压不住 也行嘛 关家室就是一个求稳 上限会提高 下限呢 就降低的一个抉择 没有好坏 这边 哎呀 走走走走 兄弟 出车祸了 这个时候呢 给大家提醒一下 就是 你看 杂技为什么会出车祸呢 他着急呀 那么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呢 再急过马路的时候 你也要注意啊 优兵这边的话 将人救下来 看一眼这杯密码机 选择 这个时候再选择压这台机子吗 现在压这台机子也行 行也行 只是 就不太好压了 毕竟那边是个满血的杂技 保一保 古董商的话 待会儿30多秒 开门战士 还有个飞轮 想打一个飞天落地 当面能成功 打一刀佣兵 好那佣兵走 古董商这边的话 密码机点亮也走 有一棍 古董商有一棍 来我们这刀给到 上化飞的古董商 杂技这边点门 反正也慢 红蝶这边有传送 一棍 一刀 哎 平了 应该是 要么传送 不传送的话 这边飞轮CD好了 哎 直接传 妈 门开了 门开了 打了个佣兵 摸头 哎 摸个头会不会好一点啊 摸个头会不会好一点啊 我有头会被红蝶打回来吗 古董商那古董商 无能为力了呀 放弃了 你看我的感觉其实还挺准准的 你们有没有发现 已经接近99%了 就差这最后灵门一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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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